女生突然问你 你是不是想睡我 面对这种灵魂拷问 你会怎么回答 回事 关系直接崩盘 女生知道 你对她图谋不轨 而且关系还没确定 从心里就把你淘汰了 但如果你说不是 又显得有点刻意 有点假 但依据我的经验来看 这个问题 只要你回答好了 瞬间就能升级关系 不说马上就能在一起 也能瞬间的进入到暧昧期 那到底该怎么回呢 拿好小本子 做好笔记 我让兄弟回 你这么问的话 我就得认真想一下了 女生和你聊天呢 要的是态度 是认真 你这么回答 表达出你要认真思考 并且重视这个问题 而不是随便的敷衍她 女生回了 思考什么 女生还在纠结 很明显 她就是故意的刁难男生 所以呢 你更不能丢掉自己的框架 要强势 气场 不能落下来 我让兄弟回 说我不想 只能证明你的魅力不够 要是我说想 你又会觉得我是老色P 怎么回答都不对 你在刁难我 既然知道了 女生是在故意刁难你 你就不要跟着她的节奏去走 把问题呢 反抛给女生 转移话题的重心 很多兄弟会把天聊死呢 就是一直抓着一个话题不放 吃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吗 蛋炒饭 好吃吗 那这种聊天 不仅会让女生体验感很差 也会让你陷入到尬聊的局面 女生这个时候回了 我才没有刁难你 兄弟们 看女生开始解释了 解释呢 就会有转机 问题的重点呢 已经不是睡不睡了 而是刁难 我呢 让男生幽默有趣的回复一波 那你没有刁难我 我就要刁难你了 你是不是想睡我呀 这句话发给女生之后呢 兄弟们千万不要 希望让女生回复 因为女生她都是矜持的 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只有情侣才会对这件事情 直言不讳 让你这么说呢 只是为了调动她的情绪 让聊天的氛围呢 活跃起来 女生回了 我才没有 还发了一个生气的表情包 诶 考考兄弟们 女生生气了吗 其实并没有 因为问题呢 是她提出来的 她有一点小情绪 是因为我们反降了她一句 但这也证明了 情绪已经调动起来了 王奶师回 我更想每天睡醒呢 就看到你在我的身边 熟睡的样子 给女生具体的画面 女生回了 还发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包 我让男生回道 可惜啊 我是夜猫子 每天都很晚睡 女生回了 我也是两三点才睡 我们的生物中差不多 在这里呢 女生反馈已经很好了 因为她很顺着男生的话题走 那既然这么晚睡 情绪又被带动起来了 我让男生直接回 看来是同道中人啊 睡不着的时候 一起约个宵夜吧 女生回了句 可以啊 小心我把你灌醉 让你刁难我 兄弟们看到了 通过一个简单的推拉调侃 就破解了女生的灵魂拷问 还趁机确定了下一次约会 其实呢 追女生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进去 只能说你的方法不对 不然呢 你早就追到女生了 如果你也有这种追女生的烦恼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变呢 就可以来找我聊聊 会让你的爱情更加顺利 追女生有任何的困惑 都可以来找我哟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信老后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一期视频的结尾 给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